不是這樣 真的不是這樣 跟你家人關係真的很差耶 都沒人要幫你 跟你們說 胡思涵昨天在賓館裡刻要暴避了 對了 我是死神 反讀影片死神 由曾經演出電視劇通靈少女 及電影月老等劇的藝人蔡凡希 搭配素人學生呈現真實感 以死神吸毒者及家人 與學校同學間互動 凸顯身邊的人多一分關心 就能幫助吸毒者遠離毒害 我是死神 是死神 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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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走了 家好 趙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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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自我願意的 知名演藝人 叫蔡凡希 就是剛剛那位死神 他來引前演出 剛剛我們看這影片 他分別從家庭 還有從學校人的角度來說明 在你周邊 可能出現對你有影響 或者有幫助的人 如果我們多花一點關心 多一點關懷 你的同學 或是你的小孩 或是年輕人 就可能遠離毒品的危害 那我覺得這兩支影片 是非常有教育的價值 然後他以這個死神 跟那個吸毒者的家庭 跟同儕來貫穿全場 這是其免正在面臨彷徨的青少年 他們有勇敢劇毒的決心 另外我要說明的是 刑事局長久以來 我們在宣導的層面上面 不斷的推陳出新 然後從結合網站 新興的網站 運動 音樂 像剛剛這些的這個 影片等等這些 都是企圖要深入青少年 因為教條式的宣導和新聞 他們不見得會看 只有這些能夠帶動人心的 這樣子的影片 音樂 才能夠打進青少年 他們的心裡面去 準備好了 倒數 3 2 1 1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與國泰慈善基金會 舉辦青春不要毒 三鐵奇緣活動 除了反毒影片死神手應會 更邀請青少年 體驗單車路跑及游泳的 三鐵樂趣 鼓勵青少年展現自我意志力 堅持青春不要毒 這次的活動 我們這個三鐵奇緣的活動裡面 來參與的 今天有很多 包括我們院院的院童 還有我們主動幫我們參加的 胡高東升 來參加這個活動 待會兒我們有一個簡單的啟動 跟授齊的儀式之後呢 他們就要騎這個鐵馬 要進行三項的訓練 當然我們也會有我們的 除暴特勤隊的選手 他們今天應該不是重裝了 但是他們會陪著大餐一起參加訓練 同時也傳遞 跟青少年傳遞一些相關的 反讀知識 來鼓勵青少年 未來要克服逆境 勇敢拒絕入品誘惑 把這個反讀跟劇毒的這些 概念傳達到 這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最後呢 是要說明的是 我們現在已經開始進行暑假了 暑期 我們最重要的行事距離專案 叫做青春專案 已經開始入貨入土了 那我們會積極的推動 剛剛這兩支片子 在我們的各個網頁 跟管道上面把它推展出去 然後也希望就是 藉由今天這個活動能 擴大更多的能見度 讓我們所有的青少年 都能感受到陽光 青春的氣氛 換起社會上共同重視 反讀的意識 創造一個安居樂業的一個環境 暑假來臨 保護青少年的青春專案 也已執行中 除了透過青春專案 讓青少年朋友遠離毒害 刑事警察局 將透過持續宣導 及網路媒體 推播反毒影片 讓青少年遠離毒品的誘惑 記者林奇慧 台北報導